有这样一位令人惊叹的农村妇女 她名为桃花 似小到大从未有过一天踏入学校学习的经历 然而 就是这样看 似平凡普通的她 竟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摆手 单单靠着那售价为八块钱一瓶的辣酱 成功地达成了每日卖 出一万三千的惊人业 在2016年的 她所创造的销售额竟然超过了45亿人民 在长达20年的时光 她递做了这个令人瞩目的传奇故事 桃花在42岁的 依旧还在从事着卖凉粉和冷面的 那个时 她身边的人几乎都认为 她这一生大概也就只能如此了 平平淡淡 普普通通的度 可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她在49岁的 依然决然地不再接受所谓上天安排好的命运 而是坚定地决定要翻身做主 主宰自己的命运 1947 桃花出生在贵州省煤坛县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之中 由于身受众 情女这种 总是想的 再加上家里 致使她从始至终都没有机会去学校接受一天的教育 在她的认知里 仅仅只认 是桃花毕这三个简单的 桃花后来嫁给了 中国贵州2015一支队的一个人 可惜没过几年 她的 就因为疾病而不幸 只留下她和两个可怜的孩子 在丈夫病重的那 桃花前往南方去 她难以适应也无力承担外面那些昂贵的 于是便从家里带来了许多的辣椒 将将其制作成辣椒酱用来办法 通过她不断地反复尝试和精心调配 最终她做出了一种味道极为鲜美的辣椒酱 而这种辣椒酱也就是如今老干妈仍然在使用的经典 在 不去世之后 家庭的沉重 完全压在了桃花的柔弱双肩上 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 桃花结束了自己在外的打工生涯 重新回到了家乡贵州 在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 桃花为了能够维持一家人的 开始在晚上制作米 而这也是桂阳 最为常见的一种谋生方式 那价格十分低廉的凉粉 在白天的 桃花总是会小心 意义的将锡放置在杯楼中 然后背着这个杯楼前往龙洞堡的好几所学校里 去进行售卖活动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交通状况极为不便利 而制作米豆腐所需要的原材料就算是距离最近 在那个时候也必须得去到五公里之外的油炸机 才能够买到 每一次到了需要去采购原材料的 桃花便会毅然的 争分夺秒的去赶那最早的一班车 朝着油炸机的方向行 去进行采购 由于在那个 车辆稀少而人员众多 在 空间所以驾驶 经常会不让他上 面对这 他无可 但 数时候只能选择 依靠自己的双脚 艰难的步行前往游 当他在油炸街买完所需的材料后 足有七八十斤重的东西 一步一步的步行回到龙洞 由于多年以来一直持续不断的接触 制作米豆腐的各种原料 像石灰之类的 以至于到了现在 他的双手每到春天的时候 还依然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 在经过奴 积攒了一些钱之后 桃花终于告别了自己流动伤害的 他不辞辛劳地从附近的砖厂购买来了砖头盒十年 而后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的一条街道边上 刀剑起了一间显得极为简陋的房子 他将其命名为石会餐厅 这是一家处于路边的小店 卓文进行凉粉 冷面 桃花还会将他自制的辣椒酱添加到 并且值得一提的 桃花所制作的米豆腐 其价格 是相当低 在附近的区域有几所中专学校 哪些学生常常在醒来之后 就会纷纷来到这里光顾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 久而久之 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因为频繁前来 而积攒下了许多饭钱 桃花通过深入的了解 对于哪些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的 他一律免收饭 然而柔然有一天 桃花由于疏忽没有准备麻辣 当顾客听闻没有麻辣酱 竟然毫不犹豫地直接转身就 这一情况让他不禁感到格外困 难道来到我这里店里的顾客 他们喜欢的不是凉粉 而是喜欢吃我亲手制作的麻辣酱 聪明且精明的他 一下子就敏锐地看准了麻辣酱所蕴含的巨大 从那 他便开始 你是全力 苦苦的甜心对麻辣酱 进行研究 经过长达几年时间的不断反复试验 他所制作的麻辣酱在风味上变得更加毒 别具一格了 许多客人在吃完凉 粉之后还会心甘情愿地掏钱购买一些麻辣酱带走 甚至有一部分人根本不吃凉粉 而是专门为了购买他的麻辣酱而起来 他不禁洗行雨 心中暗自私存着有如此众多的人喜爱我的麻辣酱 那我还买什么粮 倒不如全心全意的专卖麻辣酱 1994年的时候 贵阳开始了大规模的环城公路修建工 曾经那个地处偏僻的龙洞堡 一下子就变成了贵阳南环县的主要干道 途经此处的货车 司机数量与日剧 他们渐渐地成为了实惠饭店的主要客源 桃花那几 不出于本能的商业智慧 在这个时候充分地发挥了出 他开始主动向司 司机免费赠送自家制作的豆豉辣 香辣菜等各式各样的小 吃和调味 最终取得的效果大受欢迎 火车司机们通过口头进行传播 这种传播方式 是显然是效果最佳的广告 浓度宝老干妈辣椒的名号 在贵阳迅速地传播开来 很多人甚至就是为了能够长 专门从市区驱车 来到轰干院大门外的实惠饭店 只为购买桃花制作的辣椒酱 对于这些因为慕名而登门前来的客人 桃花对他们都是采取半卖半送的方式 但是渐渐地 前来的人实在是泰 他明显感觉到实在是 就在同年的11月 实惠饭店正式更名为 桂阳南明桃市风味食品 米豆腐和凉粉 从此消失了 辣椒酱系列产品 请开始成为这家小店的主打经营 尽管对产品结构进行的调整 然而小店的辣椒酱产量依然无法满足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隆动宝街道办事处和 桂阳南明区工商局的干 武开始劝说桃花放弃餐馆经营 转而专门进行辣椒酱的 但桃花非常果断的剧 桃花碧内心的理由实际上是极为单 他想着倘若那间小店不 不存在了那么那些来自家境 贫困的学生们又能够去到何处 去神秘可以吃饭的地方呢 然而 呼吁桃花碧开办工厂的声音日益高 甚至那些曾经受到他特别关照 与照顾的学生们也都纷纷参与到 劝说他的行动当中 最终在1992年的8月 桃花碧依然租用了村委会的两间房子 依然决然地开办了辣椒酱加工 并且将其命名为 桂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 而且品牌就叫做老干妈 为了能够让其他人清楚地知道 这是桃花碧所生产的辣椒酱 他特意拍摄了一张照片 并将其悬挂在店里 也正是因为这张照片 使得桃花碧成为了 如今在众多企业家当中 极具变十度的 不管是在收购农民所种植的辣椒之时 还是在将辣椒酱出售给经销商 桃花碧始终坚定不移地 坚持献款献货的缘 他从来不会欠别人哪怕一分 同样 别人也绝不能欠他一分 老干妈 实质中都没有库存的困扰 也不存在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问题 仅仅只有高达数十亿的现金流 在源源不断地滚动 那个刚刚成立起来的辣椒酱加工厂 仅仅只是一个 仅仅拥有40名员工的极为简陋的 手工作坊 里面没有现代化的生 全部的生产工 你都采用的是最为原始的手工操作模式 老干妈的员工们回忆 在那个打麻将切辣椒是所有人都不愿意 去干的集围 这是因为在手工操作的过程中 难以忍受 从而不停地流泪 然而桃花碧却亲自上阵动手 只见他一只手握住一把菜刀 那两把菜刀在他的手中 舞动地上下翻飞 而他的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我要把辣椒当成苹果切 就一点儿都不会觉得累坏眼睛之类 年轻娃娃吃点苦怕什么桃花碧如 如此说到在他这位老板的积极带头做 员工们也都纷纷勇敢地拿起菜刀 开始切起了那被视为 苹果的辣椒 而唐华 神仙士族的努力工作所付出的代价 便是肩犯患上了极为严重的肩周炎 并且他那十个手指的支架鱿鱼 无印期进行麻辣酱的搅拌工作 到如今已经全部盖化了 很快 豪华必惊讶地发现 自己根本找不到适合用来装辣椒酱的玻璃 于是他便积极地找到贵阳市第二玻璃 然而 当时的贵阳市第二玻璃厂 年产量可是高达1.8万吨 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去压力 这个要货量少的极为可怜的小客 毫不犹豫地就直接拒绝了 为他专门定制玻璃瓶的做法 面对贵阳市第二玻璃厂的 桃华必毅然决然地开启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商业谈 他语气坚定地说道 哪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个大个头的样 不都是在岁月中慢慢长大的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 我肯定是不会罢休的 就这样 经过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软磨硬泡之后 双方最终达成了如下的约定 玻璃厂允许他每次前往厂里拿几十个 瓶子然后拎回去 对于其余的方 桃华必对此感到非常满 在那个 神也没有想到就是当初这样的一份 在日后竟然会成为贵阳 是第二玻璃厂能够在国企倒闭的狂潮之中 依然屹立不倒 甚至不断发展壮大的唯一原因 在老干妈的 工厂规模呈现出爆炸式 成长之后在合作企业当中 不乏有来自郑州等地的 然而 贵阳市第二玻璃厂与这些企业乡 在成本和质量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桃华必却从来没有削减过 贵阳市第二玻璃厂的供货份额 如今 老干妈的百分之百分之六十 行都是由贵阳市第二玻璃厂进行生产 城里 四条生产线当中有三条都是为了老干妈而二十四小 不停地开动 在早期的时候 老干妈的产量尽管是很少的 实际上 在老干妈创立之初 桃华必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 但它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 一步步地将企业做大做强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展 桃华必意识到仅仅依靠传统的销售模式是远远不够的 它开始注重品牌的建设和推广 投入资金进行广告宣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老干妈辣椒酱的独特风味 同时 它也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 产品质量 在企业管理方面 桃华必虽然文化步步高 但它有着自己 它对待员工如同家人一般 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信任 这时的员工们对企业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 大家齐心协力为企业的发展 贡献力量 为了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 桃华必决定扩大 建设新的 厂房获生 在这个过程中 它亲自参与规划和设计 力求做到尽善 经过不懈的努力 新的生产基地顺利建 尝并投入 使用企业的产能得到了极大的 而在产品研发 桃华必也没有停下 它带领团队不断创 推出了更多口味的辣椒酱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 同时 它还积极拓展产 涉足其他食品领域 为企业的多元化发展 奠定了机 在桃华必的努力下 老干妈逐渐成为了 行业内的领军 父亲在国内 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它远消海外 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品尝到 这独特的中国味道 它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书写了一段传奇的创业故 成为了无数创业者 学习的榜样 决 Herren 五三 京 十雅 决